在前段时间开幕的2021粤港澳车展上 小红汽车P5正式公布了预售价 六款车型预售价区间为16万到23万元之间 由三种续航里程 不同配置 不同辅助驾驶系统软硬件可选 看到这么多车款 你是不是也陷入了迷茫 不知道该选每款车型 看完这期秒等新能源 也许你就能找到答案 先介绍一下小红汽车P5的命名规则 六款车型分为G、E、P三个系列 主要根据不同的辅助驾驶软硬件进行区分 G系列车型为最基础的版本 E系列车型比G系列更高一个级别 T系列则为最高档 这样从车名就能一眼辨别 车辆辅助驾驶能力的强弱 不同系列车型分别有两种续航里程可选 G系列车型有460公里和550公里两种续航里程 其中460公里搭载的是零酸铁锂电池 除此之外 G系列车型还配备12.3英寸全液晶仪表 再配合15.6英寸束缚的中控大屏 和智能坐舱系统 让车内的交互更为轻松流畅 不过该系列车型仅有定速巡航 胎压显示 ESP 倒车影像等基础辅助驾驶配备 且由于硬件原因 后期也无法升级到更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 所以这一系列车型更适合务实派的消费者 或者网约车司机进行购买 E系列车型同样有460公里和550公里 两种续航里长 自带X-PAC3.0一件系统 其中超算平台 高精度地图都有配备 在实现ACC车导机中辅助 自动变道辅助的基础上 还可以拼应着3.0的软件系统 制限高速NGP停车场记忆泊车等功能 此外 该系列还可以加1.2万元选装 智能睡眠空间 升级拿把皮座椅 头枕 主副架座椅加热 调节 高级音响等 大大提升乘坐舒适性 如果你经常外出野营 是露营发烧友 那你还可以选择2万元的 智能生活空间选装包 里面有车载冰箱 车载定制高清投影仪 45英寸车载屏幕 车载投影仪固定架等 能让我们的用车生活更加多彩 P系列车型是三个车型系列当中 配置最高的 主要优势是配备了 包括两颗激光雷达在内的 X-Pilot 3.5硬件系统 可订阅X-Pilot 3.5软件系统 在实现一系列车型 所有能力的基础上 能够最快体验到 小红汽车最先进的智能化技术 例如后期推送的城市NGP功能 最后总结一下 小红汽车P5的整体实力较强 车内空间 续航能力都属于中障等水平 它拥有交互体验较好的 智能化座舱和不足的 辅助驾驶能力 这些都能够成为 它吸引消费者的主要卖点 推荐建议方面 小红汽车P5这系列为入门款 适合没有智能化需求的用户 E系列车型和P系列车型 更科学来购买 E系列车型特别一定的 辅助驾驶硬件系统 20万出头就能享受到 高速NGP 停车场记忆泊车等功能 还是具有诱惑力的 如果您是一个对智能化配置 自动驾驶非常感兴趣 又愿意尝鲜的人 那550P更适合您